农历春节将至为关怀县内的落实族群 舰长林明珍及社会处长等一席人亲访 竹山秀传医院附设护理之家 及新太医妇佑附设护理之家 及财团法人等案旗帜教育院 等参加社会福利及交互机构 并执政春节慰问津 及水果礼盒表达关怀之意 农历春节将至为关怀县内落实族群 县府自104年2月11日起一连三天 慰问委托安置的第一中低收入户怨名以及怨声 并由县长林明珍率同社会处人员 一同前往竹山秀传医院附设护理之家 新太医妇佑医院附设护理之家 以及财团法人南投私立德安旗帜教养院等 三家社会福利及照付机构 致政春节慰问金以及水果礼盒 表达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怀之意 也预祝愿民以及怨声加解愉快 对于社福机构的用心 林县长申表感谢 并表示 未来将挹注更多的经费 协助机构的软硬体更新 今天我们去看了秀传医院的安养中心 还有太乙医院的安养中心 还有德安的教养院 看到我们这些安养中心这些老人 还有我们德安教养院的这些小朋友都非常的可爱 他们的表现 所以这个教养院让他们来学习 可以由德安教养院来带队带动 那么减少我们的一些家庭的一些不必要的负担 所以这种推动的工作 实在让我们非常的欣慰 我们也感谢这些单位 还有德安教养院 在里面的教学设施设备 还有这些辅导老师的用心 还感谢我们何院长这么认真的领导 看到这些小朋友这么活泼 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辅导 教养的学院实在有必要来给他们支持 给他们鼓励 让他们有更多的经费来改善更多的设施 县府社会处表示 目前全县收容低收入户 以及中低收入户机构 共计有41家 服务对象包括老人身心障碍者 患有长期慢性疾病 失能长期照护者 这一次纯洁关怀对象 共计有1490位院生以及院民 县府每逢过年过节 结合社会各界共同关怀力量 募集各项民生物资、经费 将社会各界爱心善举 传送到社府机构以及社团 县府特别感谢安养机构与社团 平日协助政府从事社会福利工作 同时也希望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 发挥团体力量 让有需要的县民都能够获得全人化的连续性照护